有一天就坐在家裡的客廳的椅子上 他就跟我講說你知道嗎 其實我覺得我好像生病了 我說怎麼了 他說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出門 我說什麼叫沒有辦法出門 我沒有辦法帶孩子出門 有可能你走在馬路 過馬路的時候 你推娃娃車牽著老大 然後推著老二 可能過馬路就會被車子撞到 你在那公園裡面走的時候 他覺得會 小孩子會不會被蚊子叮到 然後會不會別的小朋友 在玩的時候跑跑跑 撞到他們 然後小孩子就擦破皮 他說他連走出這個門 都沒有辦法 他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我昨天臨時有事 我就跑到嘉義來了 然後說因為我手機 沒有帶充電什麼什麼 所以他就沒電 我現在才剛把他充好電 越擺越遠了 我就 我說好 我就叫他的全名 我說叉叉叉 你現在走到嘉義的 一個路牌底下 打開你的視訊 在路牌底下跟我視訊 他手機就掛掉了 我知道你很喜歡花 所以我買一束花送你 因為我老公很少買花送給我 他就很高興 浪漫 對 就撈給我了一大把的菊花 爸煮了飯 然後等我們回去吃 然後我們回家之後 我老公就說 我爸爸叫他可能 他說他去買個什麼東西 啤酒還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說好 那你趕快去 他就騎著我妹妹的腳踏車 出去買 然後我爸爸也覺得 這個女婿很詭異 怎麼講好之後就消失了 去嘉義了 對 然後就不見了 你想要一半買雞肉飯 我告訴你 他去桃園了 很妙吧 然後後來到了半夜一點鐘 好 他騎了車子滿頭大 一眼蒼白回來還罵我說 你為什麼不等我